好 吃得太饱了 像猪血糕呢 吃了一半吃不下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塞到冰箱里面 很多婆婆妈妈呢 喜欢把这个冰箱当成储藏室 吃不完的都丢到里面 但是呢 其实有些东西 不能放到冰箱 比方说有哪些呢 像小番茄 马铃薯 大蒜 还有蜂蜜 受到低温的影响 可能会破坏味道之外 也可能加速发霉 马鱼的食材回家 直接冰进冰箱 但其实有些东西 不是这么适合长时间冰在冰箱里的哦 小番茄好吃又撒嘴 很多婆婆妈妈一买一整袋 买来直接往冰箱塞 但注意咯 饭店主厨说 小番茄不适合放进冰箱啦 番茄你如果冰超过好几天的话 它吃起来它质地会有改变 吃起来就会沙沙的感觉 原来因为冰箱的温度 会让番茄内部纹理改变 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吃起来会粉粉的 另外还有马铃薯 冰箱的低温 可是会让马铃薯的淀粉 慢慢分解掉 变得不好吃 还有这爆香必用的食材 大蒜若是冰进了冰箱 容易发霉 而且外表看不出来 根本不知道里面已经贬值了 马铃薯你长期冰冰箱 它也会影响到它的淀粉质 它的甜味 像大蒜的话 因为你长期间放冰箱 会变比较软嫩 不像说你一般放在外面 这样吃起来的辛辣度 或者差一些 相传的蜂蜜 也让许多家庭主妇 烦恼不知道要怎么保存 就会直接冰进冰箱 但哎 蜂蜜冰进冰箱后 就会加速糖分的结晶过程 结冻变硬根本倒不出来 冰箱不是万能 可不要什么食物都往里头塞 免得换了食物原味 还浑然不知 凶手就是冰箱 记者林正人张行 高尚报导